他是叫親戚趕到現場去 飛奔到現場 結果沒趕上 因為 隨到隨燒 連 恩爸他的 夫妻以外的親戚趕到現場去 都沒有看到我畫的結果 都連送都沒辦法送 結果現在指揮中心說 你們誤會 我沒有這樣說 這些家屬會不會覺得 XX你過去騙我嗎 原來是心酸 現在是心痛 大家心裡面很苦 大家心裡面很苦的時候 你突然講一個X話出來 講說你們誤會了 這個事情很不能忍 事後講說與我無關 這事情是討人厭的 當什麼指揮官嗎 什麼叫與我無關 我們今天媒體去訪問 恩恩爸 恩恩爸立場大家不用擔心 他不是要去質疑陳時中 他自己怎麼講 他說他被通知要火化的時候 他們兩個夫婦還在隔離 是叫親戚 那個親戚我好像還 好不管 他是叫親戚趕到現場去 飛奔到現場 結果沒趕上 因為誰到誰燒 因為那個量太驚人 他沒辦法讓你在那邊等 他到了就丟進去 所以連恩爸他的 夫妻以外的親戚趕到現場去 都沒有看到火化的結果 都連送都沒辦法送 好那你會說現在陳時中放生了 對不對 放推了 他說沒有關係 我們沒說24小時 是 冰障業者誤解 我告訴你 我直接請教了 冰儀館 冰儀館跟你講很清楚 不好意思 應該全台灣都這樣子 所有新冠肺炎的確診者 不准使用冰儀館的冰櫃 或是任何服務 不能化妝 不能擦拭身體 不能穿獸衣 不能穿鞋 你根本不能冰在冰儀館 那個冰櫃裡面 我昨天還以為那個冰櫃要滿了 結果我一查 冰儀館直接講 對不起我們也很同情 但是沒有辦法 依據規定是不能進冰儀館的冰櫃的 所以現在陳時中會出現一個問題 他把鍋甩給冰葬業者 那好 你說沒有24小時要拿去火化 那請問我的屍體要停靈在接體車上面 在這種熱天我能夠停多久 再不然就是我要叫冰葬業者去幫我買 移動式的冷凍關嗎 否則現在的狀況就是 那些人完全沒有辦法處理 完全沒有辦法說 那接下來要怎麼辦 政府現在擺爛 他說我沒有公布任事小時 我只是希望你儘快 但我不解釋儘快是什麼 我跟你講 冰儀館講得很傷心 因為我的朋友直接問得很清楚 他說我們直接問說 那我們能不能知道獸衣有沒有幫他穿上 鞋子有沒有幫他穿好 他說沒有辦法 你們不會知道的 因為那個第一層濕帶拉上了之後 永遠不准打開 所以你的親人在裡面 是不是面目猙獰 是不是刺得一雙腳 你通通都沒有機會知道 如若這是國家的規定 很多商家就說我們認了 我們為了保護這個社會 為了保護大家不要被傳染 我們認了 結果現在指揮中心說 你們誤會 我沒有這樣說 那請問你說這些人 這些家屬會不會覺得 你過去騙我 所有人都告訴我這樣 結果你現在在那邊甩鍋 原來是心酸 現在是心痛了 心酸是命運安排不得不然 心痛是說搞了半天 兵葬業者也被你甩鍋說誤會 我們也被你甩鍋說誤會 那到底是怎麼樣 接下來學員你講的那些內容 我在猜 我現在就先講到這邊 今天66號 會出現 有殯儀館出現移動式的兵櫃 對就是這樣子 我聽到的是這樣 就這兩天再找了 然後證明你們這些人都亂講 本來就可以這麼做 然後會有真正願意去幫 就穿著防護衣去幫 已經確診者 再做一點遺體的清洗 那就可以了 可以也好 可是過去的兩年半就是不可以 你現在跟我們講說 過去的兩年半明明都可以 但都沒有讓大家這麼做 那我是覺得指揮中心 這些指揮官跟負責官們 你們是有事嗎 那地方政府今天要幹嘛 要提前做什麼事情 甚至要買個快篩 要送給誰 你都有意見 那全台灣的人都在那邊講說 我們今天因為這個事情 那個事情 然後只能在雨中貴送爸爸 然後只能不能靠近 不能拉開絲帶 你兩年多來 你都沒有感覺 你就覺得沒事 怎麼會這樣呢 現在的狀況 剛剛學員講的 實務上就是不行 也因為實務上是不行 你沒有辦法拉開絲帶 你怎麼做遺體的清洗 不能拉 那有一些 對 那有一些還要做一點 怎麼講 就是說可能他離開的時候 還需要安詳一點的面容 所以有送行者 對 甚至是一些 對 甚至是要以體重建的 他可能 對 好 就是要做點處理的 那你今天沒有處理 你怎麼 有人講說買日本的那個 我今天早上廣播有在講 神戶有那個透明的時代 有我知道 但是要套兩層 好啦 兩層是一回事 有沒有學員 如果他很安詳的走 那家族還可以看一下 沒辦法 你不能動啊 對 你樣子不好看 你也不想讓自己的長輩 大兒孫們來 然後還有你剛講那個 原來恩恩爸都沒有來得及 都沒有 之前媒體 之前媒體怎麼一直講說 什麼魄力讓他們去送 沒有 其實他自己講是來不及 連他親戚都沒敢上 這樣喔 那真的是 來我跟現在在看我們直播的網友講一下 我看現在人數也快一萬 人生經驗是這樣 你沒有遇到你不知道 那個是 當你的家人在進到那個焚化爐的時候 因為已經是最後 人間最後的形體 之後就沒有形體了 對 要跟他喊喊話 要告訴他 會來愛照啊等等 這些民間習俗 也覺得說我們晚輩進了一點 我們的心意嘛 那現在是因為你 你根本來不及 你知道了有聽到的說 譬如說兄弟 年紀都很大 譬如說七十幾歲的爸爸 那他的叔叔住新竹啊 或怎麼樣 我現在舉個例 那我現在確診了嘛 我爸爸不信故事了 那叔叔在新竹 叔叔在新竹 我來送一下哥哥 開車飆到一百 衝到台北的時候已經燒掉了 來不及 他是撒在那邊啊 到了就燒 就是 就是大家心裡面很苦啊 大家心裡面很苦的時候 你突然講一個插話出來講說 你們誤會了 這個事情很不能忍 我昨天去跟 跟吳子嘉同事上直播 你知道我第一次看到 都已經 他抖內留言對不對 他抖內留言沒有學的那麼多 然後 到了第八個留言都還講 他講話沒有別的議題 通通都在幹搞這件事情 所以 所以民眾沒有辦法接受這個事情的 你今天就 好好的跟大家說 你就承認認錯嘛 過去兩年 對 我覺得過去兩年因為疫情的關係 因為病毒的關係 我倒不認為這是錯 只是說這個事情的要求是這樣 你連這個事情都不肯承擔說 那個不是我講的 我就覺得是錯了 我的看法是這樣 因為過去 我說實在的 剛剛疫情一開始的時候 那個髒話白牌車司機 那個case起來的時候 那就火化啊 真正那些 那那個殯葬業者 其實說實在 他也不敢去幫那個確診者 做什麼清洗 他也不敢啊 那現在大家 確診到200萬了 大家願意的也敢了 又重新回頭 我們改變就好了 難道你要否認過去這一年 我們都在刷史連志 史明志都在那邊刷QRQ 都假的啊 實際上都假的啊 對啊 現在也不刷啦 可是過去是每天要求一定要刷的啊 不刷還可以叫警察 對不對 便利商店 他不刷 或是不戴口罩 揪取他以後 被衝進去挖眼睛有沒有 便利潮傷腫我怎麼睡 對那早知道跟我講我都不要 我都不要去揪取 便利潮傷腫 所以這事後講說 與我無關這事情 是討人厭的 我不要說 等等我告訴你 你當什麼指揮官嗎 什麼叫與我無關 你們自己弄錯了 討人厭你太客氣了 他就是完全不想扛責任 而且我告訴你 你說那個打開來清洗那個 陳時中絕不肯負這個責任 你最多會有移動式的冷凍� 就是把你停零停在那邊 但是沒有辦法 沒辦法做任何別的東西 你既看還是一樣 見不到最後一面 還是一樣不可能幫他洗臉 或者是化妝 通通都不準 因為陳時中不敢扛這個責任 他連有一點點有可能 疫情擴散責任 他管理什麼人類悲劇 他偷偷都不要扛 我直接講 我跟你講 偉漢說大家覺得心裡很怨 因為送仙人走最後一層 其實為的是我們 留在這個世界上這些人 我們已經盡了所有的努力 我們盡了所有的孝道 我們跪別 跪拜 碾香了 我不知道長輩知不知道 但是我們該做的要做 為什麼 我直接唸給各位聽 你不要以為說這個事情 好像就沒事 大家就是怨 不對 中時電子報的報導 李楠 2021年5月31日晚間90許 在醫院因新冠肺炎確診 合併急性呼吸率結 及肾衰結死亡 家屬經人介紹殷葬業者 代為處理後事 要求要等家屬辦完死亡 及離院手續 再一同前往北市第二殷仪館 由里男子女向父親遺體行 跪拜大禮 進行召魂儀式 並送念佛經 以敬後人哀悼送葬之責 但當晚11時許 這一間禮儀公司就將里男遺體 致醫院賦押隔離病房 移至殯儀館 並在告知家屬後 於火化申請書上 代簽家屬姓名 隔天凌晨一時許 便直接火化檢骨 並裝進骨灰壇 令家屬憤怒不已 李妻及三名子女 於是提告求償 各25萬元的精神輔慰金 台北地方法院審理認為 殯葬業者是依中央流行 疫情指揮中心及北市殯葬處 規定 將遺體在24小時內 儘速火化 並無不當 判決里男家屬 敗訴可上訴 我先補充一下 大家可能沒有注意到 第一個 這哪一天 這2021年5月31號 去年5月 對去年5月 第一個 你如果注意到細節 晚上11點 這家禮儀公司 把里男的遺體 移至殯儀館 火化是隔天凌晨一時 對 也就是 以前半夜沒有在燒的 從來以前不燒 半夜都是停爐 現在去年5月31號 等於是24小時在燒 我告訴你 現在也是 我們之前有網友說 他爸爸在殯儀館工作 他說現在幾乎沒有辦法停爐 因為就是不停有屍體來 然後不停地急到急燒 燒到他們自己 都沒有休息的時間 沒有辦法 醫生若說如果 諸大開放call in 我可以將整個處理流程 說明一次 因為自家就是殯葬業者 目前在高雄市職業中 我們今天 因為流程複雜 我們今天沒辦法call in 也許之後再討論 我覺得這個東西 兩件事情 第一個 他的遺體兩個小時之內 就運到殯儀館 二兵 兩個小時之內 就火化了 你看這個流程有多快 這不是24小時 這是4小時之內火化 來 徐遠我問你一件事情 那你剛剛已經講了 現在的狀況就是 醫院一往生 就拉上兩層 再送到殯儀館 然後呢 然後等22個小時 時間到了 然後燒嗎 才不是馬上限到限燒 對啊 你到了就是燒 因為他也不能進兵櫃 你要叫他幹嘛 放在那邊 不能進兵櫃 我們要特別強調 他不能進B館的兵櫃 不准進 所以除非你自己租一個冷凍的棺材 否則他放在那邊 放著放著會腐化 你要發生這種事情嗎 所以根據指揮中心的要求 根本沒有別的處理方式 因為不能進冷凍櫃 你只能在接體車上面 靠你要在接體車上面 放到大太陽底下曝曬 曬到屍體腐化嗎 怎麼可能 這個指揮中心根本不接地氣 他跟你講的東西根本做不到 他另外還有一份新的指引 給殯葬業者的 他有跟大家講 就是要直接送去火化 從醫院直接送去火化 直接的意思就是 在車上直接入鏈之後 大體在接體車上面入鏈之後 送到殯儀館就火化 所以才會有半夜在那邊燒遺體 對 那你要想看殯葬業者 現在你看 你剛剛講那個被告了對不對 對 我也幫殯葬業者講一句話 所以剛剛你那個case 晚上11點接到遺體 1點就燒對不對 而且還幫家屬代欠代刑 殯葬業者不管是哪一個人 他是不是半夜1點還在那邊等那個遺體 因為燒完以後還在等 一兩個小時才能燒 連殯儀館都在等 是那是不是到半夜3點才檢固 1點就燒對不對 那殯儀館的人半夜不睡 就做這個事情就是故意弄你 不是啊 讓你措手不及 他也沒辦法啊 他就是要趕快處理 因為24小時 而且你現在不燒 後面還有別人要燒 照燒怎麼辦 超過2小時說不定還被開法 這兩年就是按照這個指引在做 然後現在突然告訴你說沒有 這不是這不是 難道等一下學安跟我講說 其實你今天不是跟朱璇直播 你是跟敦儀 那我不是傻眼貓咪嗎 我們來幫大家來科普一下下囉 好水神跟病毒細菌作用之後 會還原變成了水喔 這個換句話說是完全不殘留 也沒有任何的污染 一天你就算使用上千次 也完全都不會刺激皮膚 小朋友寶貝兒童孕婦完全都可以用 歡迎大家上快點GO 好 好 好